范冰冰沉默不语,冯小刚戏份消失,网友惹了崔永一元,好戏还没完。 今年对于范冰冰和冯小刚来说,绝对是有生之年最难熬的一年。 自五月以来,崔永一元就开始,不断手撕两人,这也一度成为了娱乐圈最大的看点,同时也引起了娱乐圈乃是整个社会的巨大轰动。 作为曾经的央视名嘴,崔永一元这次不再是作为反转斗士,而是直接开始了整顿娱乐圈的潜规则,以一级之力开始狂撕冯小刚和范冰冰,并且不断疯狂地爆料很多爆炸性的资料,一时间把曾经的女神范冰冰和岛冯小刚这两位娱乐圈的大佬纷纷给拉下了神坛。 由此,两人的演绎事业便出现了巨大的冲击。 在崔永一元首思事件发生后,曾经在娱乐圈发展如鱼的水的范冰冰,受到的冲击就受当其冲。 首先是被传出范冰冰遭到官方封杀,紧接着就是税务局开始调查,之后有媒体报道称范冰冰工作是人去楼空。 可以说,在这几个月内,有关范冰冰的各种传闻满天飞。 至于这些传闻是否真实,也只能说用时间来鉴定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崔永一元的首思,对范冰冰确实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可以说,即使范冰冰立刻复出,也面临着形象重建的问题,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 如今,大脑中再次想起范冰那句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豪言壮志,现在听来这时让人唏嘘不已。 至于冯小刚,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毕竟崔永一元这次首次的首要目标就是他。 以想有着小刚炮之称的冯小刚,在娱乐圈释出了名的火爆脾气。 毕竟作为娱乐圈里面的大佬,有实力有分量,所以也经常对他所看不惯的很多人和很多事。 但对于这次崔永一元的开思,我们的小刚炮在刚开始还进行了相应的回应,之后却保持得相当的沉默,大家都很少看到他的一些动态了。 就在昨天,网上就爆出了电影《江湖儿女》中,冯小刚的戏份全部被删减,就连宣传海报中也看不到冯小刚的名字也消失了。 一时间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猜测,有网友还调侃到得罪了崔永一元,好戏还没完。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那在范冰冰、冯小刚、崔永一元中,你最支持谁?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